我們今天所講的主題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是侍奉人員的生命和心態 因為當我們有這個生命 和有這個正確的心態的時候 我們侍奉的果效才成正比例 就算我們侍奉很多果效 但是我們的生命追不上的時候 也一樣有問題的 我們有很多點 希望大家會留意 也有些是我們觀察到 我們中間有這樣的需要 有這個問題 所以當你聽的時候 不要只想著別人有 是想著我有沒有這些問題 我怎樣去處理 首先馬大冠11章28節 這裡讓我們看得到 耶穌所講的關於得安息 耶穌講了兩樣的安息 大家留意一下 第一就是講到 一個勞苦丹重丹的人 到耶穌那裡得到安息 然後跟著就說 我心裡猶何謙卑 你們當父我丹 學我仰式 只要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丹是肉 而我的丹只是輕盛 講到兩種安息 這就是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留心看的 第一種安息就是來到耶穌那裡 來到親認耶穌 尋求耶穌 就得到第一種安息 第二種安息是什麼呢 就是父耶穌的丹 丹就好像那些牛耕田 將那個丹放在一個頸裡 那他就牽著那個泥 來到泥的地下 令到那些泥鬆開 那就是用這個比喻 耶穌就揹著那個丹 我們就跟耶穌一起 付這個丹 即是跟耶穌一起服侍 根本就是耶穌做大部分的 我們只是做祂的器皿而已 因為他講到第三十節 他說我的丹是容易 我淡是輕盛 是容易的 這個丹是不難的 那麼他就講了兩樣 你們當父我丹 學我的樣式 只要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這裡我們看到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如何可以生命和侍奉有安息 我們安靜 安靜 安靜聽懂 安靜聽懂 如何可以有心裡的安息 就是付耶穌握 和學耶穌的樣式 有些人他只是注目 我要做我要做 但是沒有學耶穌的樣式 沒有學耶穌的生命 耶穌的內心和他跟人相處是怎樣 當你有耶穌那種生命 有耶穌那種和神的關係 有耶穌對人的憐憫 有耶穌裡面的平安、輕盛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侍奉就有果效 還有就會輕盛 因為耶穌說我騙是容易 我淡是輕盛 有很多人覺得做基督是困難的 因為是難的 因為很多遇到的困難 人的困難 侍奉的人的同工的困難 遇到那些困難的個案 好像剛剛Janny所說的 這兩個個案都是很困難的 聽到的時候 我聽到都是覺得很困難 但是呢 神是能夠做得到 耶穌的握是容易 我淡是輕盛 耶穌說跟他一起服侍是容易的 但一定有個原因在裡面是什麼 就是學耶穌的樣式 學耶穌的生命 所以我們這次講到 不是只是做事的 是一定有耶穌的生命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才能夠 心裡得享安息 整個人享受安息 這個跟前面的安息不同 前面的安息就是你信主 或者來到親近主 第二個安息呢 是你服侍主 一方面是服侍 第二方面是有耶穌的生命 那你就整個人都鬆了 雖然我經常去見人 即是都很忙的 其實我這個禮拜呢 做釋放祈禱又做幾次 又去探人 即各個情況都有的 但是呢 我不覺得累的 我覺得是輕盛開心的 我又見到神的工作 當你有耶穌的生命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 不覺得重的 好了 那也都呢 另一件事 剛剛所說的 就是這個生命 你的事奉就輕散了 就心裡得享平安 另外呢 就是我們有一天 我們所有的 所有的事奉 都要在神面前彰顯的 哥倫多前書三章十三節 一起讀 個人的工程必然顯露 因為那日子 要將它表明出來 有火發炎 者火要試驗個人的工程怎樣 在那根基上所見 那些工程藥存得住 它就要得享次 人家工程藥被燒了 它就要受虧損 自己卻要得救 雖然得救 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那這個講到呢 就是 有一天 我們去到神面前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工程 都會顯露出來 有火出現出來 去試驗個人的工程 如果這個工程存留得住 就是火試驗之後呢 仍然存留 它就要得享次了 這個就是金銀寶石 就是夏文那裡有講到的 而有些人呢 他們所做的就是 草木和街呢 他就會燒下去 就是兩個人都有做工程 不過一個是金銀寶石 另一個是草木和街 草木和街 草木和街應該燒光了 燒了之後呢 這個人呢 如果他仍然跟神有關 他就得救 不過得救好像從火裡經過 就是僅僅得救 就是好像那個人在火牆裡面 就穿過那些火灸出來 僅僅得救 他呢 不是就是說 滿有神 封城的生命那種得救的 而是呢 僅僅得救 我們看到 如果一個人滿有神的生命呢 不單止他自己得救 他幫很多人的 不斷幫不同的人 但是有些人僅僅得救 就是整天都說 哎呀 我又好煩 我又好猛 我又好不開心 我又被人傷害了 哎呀 我又沒有力了 最近又沒有祈禱了 又犯罪了 他整天都在這個狀態 他如果跟神依然有關 他就 依然可以得救 不過僅僅得救 其實兩個人都有做工程 不過那些工程呢 有些就傳流 有些就不傳流 就好像 這個圖先 這個圖呢 就是 有火試驗了 一個就是 草木磨街 建的那個小屋子 那這個人當他 哇 燒光了 哇 他的表情 哇 我所有原來做的 全部都燒光了 哇 你想想 如果有一天 我們發現 或者你大部分都燒光了 哇 你真是說 哎呀 那麼辛苦 學了這個課程 跟著他做了很多 都燒光了 哇 這樣的時候 真的很不值 用了那麼多努力 是吧 但是另外一個呢 金銀寶石 他所做的神永紀念 是很不同的 是吧 你想哪個 你想右邊 還是左邊 當然是右邊 當然是想傳流 當然都用這個遊戲 大家都玩過這些 木仔 抽出來 是吧 有些人 建造是怎樣的呢 一邊做 一邊拆位 為什麼呢 一邊又嬌慕 一邊又想人家看到 人家看到就心花露放 人家看不到 或者他做了之後 又沒有人想認識 他又很不開心 那時候呢 他一邊做的時候 的心呢 是很多雜筆 很多垃圾 所以他建的材料 可能是很多垃圾的材料 所以他建的是金銀 不是金銀寶石 是草木和街的仇 他一邊建一邊建一邊拆 拆拆下 全部塌下來 其實很淒涼 是吧 反正都做那麼多功夫 為什麼不做好了呢 是吧 反正用很多功夫 大家有時候都會這樣 你買一件東西 譬如你弄一件材料 譬如你弄一件器具 譬如你弄一件器具 那些東西你弄得長回ulators 你弄一件器具 你買一個假的材料 譬如你自己弄的 那個東西你想弄得長uits 你不會買一些 empty材料 因為� nueve材料 你弄兩個人就破壞了 不就是沒力 我們釋放了相ııve番 用假的材料 很快都破壞了 就全部沒完了 所以我們都問一下自己 到底有redictable Nós inm 甚麼 我們今天就和大家反省一下 第一 我們跟神的關係 有關係的問題 有甚麼關係 跟神有關係的 第一就是对神的负面 就是第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人们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受苦呢 为什么我这么多困难呢 就是不公平啊 很不公平啊 我不要啊 我不要那样东西 我不要做那样东西 我不要做那样东西 我不要这些苦啊 我不祭啊 这就是表面 就是对神很多负面 很多疑问 然后呢 他背后了 由于我背后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不相信神的恩典和智慧 我都曾经说过 有个人他说 我不敢求神带领我的路 因为我怕求神 神叫我去非洲民德殿 那么他的心呢 就好 就是对于神呢 觉得神是 很多不好的东西给人的 就是神送东西给人呢 用他广东话 他的想法 一口砂糖一口糞 又给你一些砂糖吃 一会儿又给你一些碳糖吃 神不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人想到神呢 就想到是这样的时候呢 他自然呢 他就对神很多负面啊 就他就觉得 我这么多困难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 看不到痛苦那些事 是由人的罪来的 就是我认识一个传道人 他跟我说 他说我真的不能够感谢神啊 我真的很奇怪 一个传道人啊 为什么呢 他说我的女儿有问题 我家庭有问题 我侍奉有问题 那么我当我听他说的时候 我真的发觉是有问题 因为他是不懂得处理的 他的家庭啊 他的侍奉啊 他样东西都不处理 那么他就怪了神 那么我又跟他说 其实神是祝福你一个 你怪了神 你怎么得到祝福呢 那么他看不到这些问题 是因为人不懂得处理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些问题 我们要处理 处理了呢 你就不会在这些痛苦 在痛苦很多人就会埋怨神了 其实我也有一个困难的日子 但是我一个困难的日子 我总是这样跟自己说 神总要出路 神一定有奇妙的计划 没有人能够拦阻 我是很长时间的 我不是短时间 我是很长时间 我坚持 圣经说了一定是真的 神一定会祝福的 那么我一直坚持的时候 神终于一直 其实是一个过程 让我学到如何处理生命的 所以我是坚持 不会对神负面 但我有没有对神负面过呢 是有的 不过我快点 快点立刻处理 因为有些人说 为什么 我立刻呢 立刻我就处理了 神立刻跟我说话 我立刻处理 好了 那我们就信圣经的说话 是什么呢 诗篇103篇 你八字一起读 有怜悯 有恩怨 不轻易发怒 且有风诚的慈爱 神有很多恩典 有风诚的慈爱 有怜悯 有恩典 是常常怜悯我们的 圣经说到 压伤的奴魏 它不会截断 将残的灯火 它不会催眠 神是很有怜悯 神是很祝福我们的 神是爱祂的人 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见过 耳朵未曾听过 人生也未曾想过 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很多人的心灵 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呢 因为他们没有走在神的路 于是就有很多困难 但是你越走在神的路 你就越多恩兴 所以有困难 不要对神负面 而是说 我看看如何处理那些问题 以及已靠神 神一定为我开路的 好了 另一个呢 就是和神疏远 只是看重事务 和神疏远 小亲近神 变成小圣灵的果子 小圣灵的果子 自然就会猛 有些时候很容易猛 哎呀 那些人又不来了 做了这么多工夫 又不来了 又没有果效 那些人又不听 我帮着他 又对我又不好了 就会有这些负面 因为他里面没有这个 神的圣灵的果子 占底 其实我也受了很多人 负面的说话 我最近有一个人 我和他做释放 第一次的时候 他是发了脾气的 没办法搞定 结果他走了 但是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他就愿意了 因为他今次 他知道自己很苦 今次做的时候 是很好的 结果是非常好的 但第一次他发脾气的时候 我并没有说 神明为什么会这样呢 或者说 为什么你这样对我 我以后都不会理你了 在当时他发脾气的时候 我并没有发脾气 我是很平静的 他发脾气都挺大的 当时真的挺大的脾气 但是我觉得 这是他的问题 不关我事 这句说话 大家记得 人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 不关我事 不用背上身的 不用自己怪责 因为我们有圣灵的果子 在他身上占底 被人骂都没有所谓 但是如果一个人本身 已经有很多怒躁 一不顺眼 被人有时挖一挖 有时那人未必挖一挖 有时我们不要以为 人一定是挖我们 有时人只是 一下子的眼神 有人就会 不会被人挖一挖 一下子的心里面 不平安 就会受影响了 为什么会跟神疏缘呢 因为 体重生命 智慧能力 都是来自神的 就是 所有东西都是来自神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哥罗西说 我们是为基督而做的 有些人说 哇 整个生命就是为耶稣 为教会 就是那种想法 我整个生命就是为教会吗 其实 意思就是 神是什么都给我们 不是只是教会 我们的食物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工作 什么都是神为我们预备 神是使用我们的生命 走在神的路是最好的 无论你做什么工 不是每个人都做全路人 你做什么工都好 你在那里荣耀神 你就会享受生命 神的计划就是个个人 个个人的生命 每一部分都是跟神有关的 整理人跟我说一次 我们的生命 每一部分都是跟神有关的 神的 神的 神我们的生命 每一部分都有奇妙计划的 神的 神的 有奇妙计划 你相信这件事吗 相信 相信 每个都说相信 非常好 但是很多时候 就是怎样呢 一去到有些事 就觉得 这个跟神没有关系 我要自己搞定 一想到很多问题 就会想到 要自己搞定 但是其实 神一定会帮我们 因为他们没有觉得 生命 智慧能力 能力是来自神的 人的自然反应 这个就是同样说 自然就是罪 人的自然反应 就是发脾气 不开心 这个礼拜你会发脾气呢 有 有 这个就是自然反应 就是没有被神的生命充满 被神的生命充满 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发脾气 那耶稣就说 在十五章五节那里 开始说到 常在耶稣里面 这个人就当结果子 如果不想 那里面 就好像枝枝叼在下面 枯干人 拾起来 热在火里烧了 所以事物最重要 第一 就是 不要因为问题 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 而对神是正面的 和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还有很多人的问题 都会留在罪中 觉得那些不是罪 除了 我骂一下 我丈夫而已 她不好 她骂一下 是正常的 我骂一下谁而已 我发脾气而已 我不开心而已 有些人觉得不开心 因为是罪呢 因为不开心 就是没有将冤神的荣业 就不是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爱主我们的神 和信靠神 什么叫尽心信靠神呢 就是 什么事神都搞定的 所以我不用怒吵 不用激气 不用不开心 什么都信靠神 什么神都会搞定 还有全心爱他 自然呢 什么都不受影响 就不会贪爱世界 又不会那么容易发脾气 也这么容易犯罪 很多人觉得很多问题 不是罪的 就是发脾气 骂症 怒吵 乱想东西 想起来一些脾气 想起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不觉得是罪了 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罪的 是破口来的 是会被魔鬼留地 是有很多问题 其实当我辅导的时候 发现有些人的问题 有些人的问题比较少 有些问题真的 哇 什么都会满了问题 负面情绪 健康问题 同人关系 工作 读书 自己内心世界 全部 全部 不认的 可能你说 我都未到那程度 那就是主 但是呢 我们里面 你说 我都不是一百条虫 我只有一条虫 一两条虫 都是虫 对不对 所以不是一定要 满了虫 总之有一些虫的时候 都是需要处理的 就不要以为 有些罪是不重要的 就是 为什么犯罪呢 就是觉得罪 觉得罪是重要 还有被魔鬼留地步 正经在那裡 犯罪就是被魔鬼留地步 魔鬼就进来 魔鬼进来 就是偷善杀害鬼魂 它是会一定破坏 每一样的罪一定有破坏性 这个是我们已经要相信 但我真的发觉 我自己 在我和罪的 就是对抗的过程 在我以前呢 就是有时会流亂在罪中 没有觉得罪的破坏性 但一犯了罪 就觉得很不舒服 但我现在一有罪的意念 我就知道 这个是破坏性的 这个真的会破坏的 是会令我失去 现在我所有的一切 现在我有很多东西 我感谢神 对不对 有你们 感谢神 有你们可以祝福你们 看到你们的改变 是一个福气来的 有神的同在 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好的关系 有非常好的婚姻 如果我事实一样 坏了 都很惨 你想想一下 我想问你 你在心里中 哪样可以完全毁坏了 不要紧的 有没有哪样东西 你的家庭毁坏了 不行 你的内心世界毁坏了 不行 人家对你的信任 毁坏了不行 神对你的信任 毁坏了不行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任何一个罪 都会一定毁坏 当你毁坏的时候 是很惨的 后会一定很惨的 所以呢 千万不要觉得 罪是不要紧的 这几个就是一些破口 我们留意一下 我们自己身边有没有破口 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 和神的关系有问题 自然事奉是会有问题的 好了 跟着和人有关 这个是最多问题的地方 为什么呢 人很多时候都会有的 第一就是 骄傲了 就是觉得自己比较聪 觉得自己了不起 甚至会奪取神的荣耀 就是做一些事的时候 就会觉得 哇 这次很厉害 有时奪取神的荣耀 不一定要出声 有些低级的骄傲 就是怎样呢 哇 你看看我 多聪明 每人一看 这么明映的骄傲 每人都知道你的骄傲 第一来 是 是 给别人去赞他 就是 等别人去赞他 里面偷偷地骄傲 都是骄傲来的 那 给别人赞不是错的 就是别人赞你 是不错的 那 那个问题就是 跟着你的反应 神啊 真的不是我能够做到这些事 真的是你改变我的 是你的恩典来的 是将荣耀归给你 这个原因呢 人的口就会说 感谢神 多谢主 但他心都一转过来 真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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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试过 为人祈祷的时候 被人经历圣灵 跟着呢 很开心 开心没有问题 不开心里面呢 总是觉得 今次做得好 特别开心 这么快的果效 特别开心 立刻呢 神就提醒我 你有没有骄傲 有没有觉得自己聂 其实 我们祈祷有圣灵的能力 都不是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手放在那裡 我们向神祈祷 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其实呢 很轻松的功 一路一路祈祷 一路享受神 那神就做功了 完全都不是做功的 在那里享受神的 那神就做事了 没有可夸之处 但是很多很多 在圣灵圈子的人 真的很多很多 在这方面有问题的 第一 推人 我见过不少 我真的见过不少 有些真的有圣灵恩高 不过在这边推 一推人 多些人会下跌 不过我也不否认 有些事呢 又不一定的 有些人 啪 才会打下去 因高是强些的 然后那些人会下跌 不过我又觉得呢 这样呢 都会令到人不愧的 所以我自己来说 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我 的而是认识 我认识得有人 他真是推人 他怎样呢 他骑到那人 踢一踢 他的手就会顶着他 他就没有办法 站在那里 那他又再踢一踢 一路推到他跌为止 那这个呢 我真的觉得呢 是 为何要这样做呢 那这个就是 好像很想 能够 人家看到的果效 但是 我们最紧要 是不是人体呢 是不是人体的最紧要呢 是神体 是神体 做给人看 是什么用呢 你的事物做给人看 你就是找些 烂木来建屋 烂木建屋 是没有用的 所以呢 不要夺取神的荣耀 不要觉得自己厉害 还有不要 哇 做起来 哇 特别呢 做那些最容易被人看到 得到荣耀的那些 就是 如果神要你做的 你就做 但是不要只是 选择那些人做 譬如 祈祷 什么人都祈祷 特别是需要的人 不要只是为那些 哇 经历 喜乐 喜乐 很开心 哇 祈祷好像强力一点 不用这样的 因为神知道 你的心神知道 其实任何一个意念 神都记录 比如说 那个好经历的圣灵 我为祈祷 神立刻已经记录了 神给我一个这样的意念 在《高龙多前书》 《保罗讲道》 祂说 好像成了一台气 被世人和天使观看 到有一天 我们一生人的生命 就在世人和天使面前 和神面前 逐漠逐漠出现 那我就在想 这是将来 但其实将来 就好像回到现在了 即是现在又会再重演 因为重演的时候 其实就好像现在 就一直 好像现在人在看一样 即是 本来就是将来看 但你现在的心在想 其实 现在会再重演 即是 即将来会再重演 即是现在正在看一样 即是现在会再重演 即是 即已经是 你到那天就觉得 其实在这一阵 现在已经是被人在看的 就不是到那时候才在看 当是这样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 你在你的密室 你做些什么 你上网看些什么的时候 你不要想着你自己看 是全世界在看着你 一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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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一边跟别人 发些什么 短信 发一些不好的说话 那些 周浙人的说话 全部全世界在看着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说 神啊 我真的要省担我的内心 即是千万不要有任何的罪 在里面 求神去处理 不要有骄傲 不要 骄傲的时候 就看少人 觉得 那些人都不聪明 都不够我聪明 我聪明 我真的聪明 我的恩赐 真的比人多 当然这样想 就是有问题了 还有有时候人 会靠自己的恩赐 来提升自己 会告诉别人 你看我多少恩赐 我什么恩赐 其实这个就是 用恩赐来提升自己 其实这个骄傲来自什么呢 你看看 是自卑感 觉得他自己卑微 所以他用这些行为 用这些来提升自己 基本上就是想人 注意到他有多特别 就是想人 哇 哇 哇 其实人的哇 算了什么呢 人的哇 都是很快过去的 神 哇 这个就好了 神说 哇 你真是爱耶稣 我们看到 虽然大卫这样犯罪 但是列王记记在他 他说除了在 这个 特士巴这件事犯罪之外 他其他事都是遵从神 神在耶路说他 他大卫是遵从神的人 当然这件犯罪是很大件事 所以他受了很大的 神的管教和懲罰 但是他真是一生人 是看从神 是遵从神的 希望我们 整天都说 神啊 我这件事有没有做错 我和这个人相处有没有做错 如果你次次都想 那你就会小心很多 我跟他说这个事有没有错 如果错 我快点道歉 有什么地方得罪他的 就快点道歉 其实来自人的自卑 总是要方式提升自己 不看重别人 就是觉得人 那些人是低一点的 我要比他更好 好像用人来做踏脚石 踏高的他 也都不知道 恩典是来自神 其实我们有的恩典都是神 给我们 我们不配的 真言十八章十二字一词读 敗坏之先人心骄傲 尊为以致 哪有天悲 敗坏之先人心骄傲 人心骄傲 是不是一定要很大的骄傲 才会敗坏呢 些少骄傲都可以 每次祈祷都觉得 哇 我很厉害 这个骄傲一直积存在里面 罪就是 你想罪就好像 你有没有吃过苹果 烂呢 在里面烂出来 在心里烂出来 当人有这个罪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里面烂 整个人烂 那你说是 我少少骄傲了 少少骄傲 就会在很多地方出现 就会和人相处 总是想人提升他 总是想人留意到他的东西 当人没有留意他的东西 他心里面就有怨恨 有不开心 当人家做的东西的时候 人家没有赞赏的时候 他就会不欢喜 那我们也要求主 看看 帮我们审查 我们里面是否有肩膜 或者是质道和比较 为何人家可以做得 为何我不做得 为何他可以做这种事 为何我不做得 这是这么简单的事 有时人都会这样去想 为何他可以上台 为何我不上台 这个心态 其实都是为何要上台 我们是要给人看 或是给神看 我们就问自己 是否要比较 质道某个人 他做到某些事 或者牧师让他做 我们就不要质道 我叫你做 也不是值得质道 你不要说 牧师叫我做 我真是很厉害 不是的 这个是 共互人都应该做的 是一个恩典来的 我叫你做 只是说 我们总要为人做 就不是代表你被人叻 我们经常都这样 每次都是数损神的恩典 好像我这样 我都是经常提醒自己 其实 当你的恩赐越大 你的侍奉果效越大 是越容易惊慕和质道比较 你越容易就会很想人家赏自己的长寸 欣赏自己的长寸 所以神是不会那么容易给那么多恩赐给人 因为为何呢 给了他 因为他整个人就败坏了 所以神是慢慢来的 那我们有的时候 一路学习 谦卑 到你很多恩赐了 希望在这个 侍奉训练课程 一路越来越多恩赐 但你到那时 不要跌得更大 因为你爬得高 那一刻跌得更大 更痛 更受伤 所以 值不值得 不值得的 所以我们就要处理 从一些小事处理 那些质道也是必发安全感 和希望比别人更加好 在《加勒提书》五章十九节 那里讲到有不同的罪 情欲的事都事件 而言 我们看到奸淫 污蔑 邪淡 那我们现在说 这些是不能承受神的过 但中间你看到 就是21节 质道 就是个人质道 都可以令到他失去神的救恩 掃落了一个例子 就是在救药的掃落 他就是质道 以至身去神的救恩 这个是和人的关系 你自己问问自己 当我看到这些人 出来服侍 我有没有个心不强 我在教会见到一个人服侍 我会不会心不强 当我见到一个人做得更好 我会不会心不强 或者觉得 这个人做得这么坏 应该让他做 就是做得这么不够好 不够level 会不会看低他 比较 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我想说一件事 我说这些 并不是针对某个人 如果你觉得我是针对你 请你 第一 不要这么想 第二 就是 我完全没有这个心 我是想 帮个个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 就是每个人 摩斯 你由头到尾 其实是在说我 或者说你 所有人的例子 是在说我 其实我不是这么想 我是真的 希望大家都得到大的赏赐 好吗 好 希望大家个个都被提升 这个是我的心态 好了 另外就是 喜欢被人推崇 被人推崇 就是人家 你真是很有能力 很有果效 做事 这个人都会 喜欢宣扬自己所做的事 他又容易被人影响 他越是喜欢被人推崇的人 人家不推崇的人 他就越是受 越是容易被人影响 有些原因 就是他小时候 不被认同 小时候 父母总不会赞他 所以将来他在教会 哇 有人赞很好 他就会很追求 在教会 在教会做事不同 在家做事 做完被人骂 在家做事有人赞 于是 很喜欢这种感觉 哇 有时 有时 赞来其实是好的 就是欣赏人的 不过 的确是受落的人 如何受 有时可以赞壞了 应该赞是好的 譬如你们中间 有些人做得好 就希望我都赞了 Jenny 她如何传呼 但他可以赞壞了 又如何 哎呀我真是很厉害 真是 哇我真是这么有爱心 我整天帮人 真是都很好 真是进步得很快 比个个人都快 这样 这样的时候就赞壞了 但我当然 我不希望赞壞 但我一定会赞人的 希望我赞 不要赞壞你们 我赞你的时候 你就感谢神 神在我身上做的 但这一样东西 很多人会说的 一被人赞 感谢神 是神的功劳 但他的心 沾沾自喜 总是有些 喜欢被人推崇的 我们求祈帮助 那心有人说 其实不是我 真的 我真的有很多弱点 但神使用我 真是恩典来的 我和大家说 我真是真心地说的 是神的恩典 如果按照我的行为 我应该没有这个事故的机会 但是神给我 是神提升我 神加我力量 这个是神的恩典 不是我有的 是神给我的 希望大家都这么想 我们有金人 是神的恩典 不是我们配得的 不是我们有多能力的 好了 马太六章二节 说到有人施舍 其实他也付出代价 他真的出了钱 但他说 你不能在你面前 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 在街上 故意要得到人的荣耀 他说 可能他已经得到他的赏钱 有些人 他真的做了很多东西 但他失去他的赏钱 我以前知道这个人 他是很有钱的 但我一次发现一件很特别 他交奉献的时候 他是交给牧师的 他将奉献的资票交给牧师 有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不过如果我觉得 他是规律性的 都是这样做 他是想牧师知道他要奉献多少钱 其实这个心态很有问题 但他未必是 我希望他不是 不过我 的确看到他是这样做法 我希望他一次过 或者他有时为某样的奉献 其实为某样的奉献 都不需要特意交给牧师 就是当他特意很想 牧师知道他奉献这么多钱的时候 是有个心 是想牧师知道 但是这样的时候 最糟糕就是 他奉献已经全都没有了 是不是很浪 他反正出了这么多钱 那为什么不得到 这个奉献的益主呢 他就是私下奉献 神就纪念他 但是他要公开给人知道的时候 神反而说 你已经得到你的赏钱 但是我这样说的时候 我不是说 有些人说 今次你们去哪里 我把这个奉献拿出来给你 我不是说 你们这样做是错的 你这样做是没有错的 不过我只是说 最重要是你的心 不是要被人知道 我奉献多少钱 而是我所做 是做在主的身上 还有争取公开的侍奉 这是另一个类似 就是说 喜欢拿麦子 站出来 争取被人注意 争取出位 我说这个时候 你不要说 有些人拿麦子就是那个人 我不是说那个人 我不是说那个人 我不是说任何人 都是我们 有没有这种的心态 最重要是我们自己 有这种心态 是很重要的 就是任何的侍奉 都是不要说 要别人注意的 那其实内自什么呢 又是自卑感 就是很想用这种方法 来提升他的地位和感觉 还有有时有竞争性 我们有没有觉得有竞争性 我做开 现在他做了 为什么经常都他做 为什么不是我做的呢 其实 天国有很多东西做的 就是 希望大家相信这种东西 天国有很多东西做的 不用欠某些东西做的 是有很多东西做 神是很欢喜的 你做了一个小子身上 是神祝纪念的 所以不用争取一些这样的机会 有 那你就做了 是好的粗争 没有问题的 拿麦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那个人的心态 他的心态是什么 二分所书六章六节 就是说到 有些人 就是眼前侍奉 不要 眼前侍奉 好像土人喜欢 是要从心里 遵行神的旨意 真心做在神的身上 好了 另外就是被人影响了 被人的不喜欢 被人不喜欢 他就 哎呀 不想做了 我不想什么了 我不想生意服事了 我不想生意课程了 那些人不喜欢我 那时候就受人影响了 就是人的态度了 有些人的态度 那有时呢 的而且有些人态度不好的 不过有时 我也想说一样 有时有些人是无意的 那两种的 一种是一时之间无意 有时有些人呢 他是很多时候 都会有无意不好的态度 那我们呢 就尽量留意这种东西 就是尽量多些笑容 见到人都多些笑容 看着那个人真心祝福他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 杂法 还有他心 不要纯住一种 就是不喜欢某个人 记住他那些不好的东西 看着他的时候 都会有些生气的 这种东西呢 是很透明的 当我们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是很透明的 很容易呢 人家会感觉到的 我以前都 那时的牧师也跟我说 那我留意到 牧师是好被人注意的 他说有人说 你走过的时候 没有跟他招呼 那我记住了 那牧师跟我解释过 他有时很匆忙 趕着 他就没有跟你招呼 但是我下次记得了 因为有时有些人 没有跟你招呼 可能就 牧师和第二个招呼 和我又不招呼 就是会这样 但是这种东西 其实不是就是牧师的 我们个个都应该这样的 但是牧师的 而且他说 被人注意的特别多 为什么呢 如果我和某个人的态度 没有那么好 他很容易会受到伤害 那你们又希望你不要受伤害 有一次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 不要受伤害 我真心是祝福每一个 那我都希望大家是这样 以至你的态度 整天都是很令人欢喜的 别人见到是欢喜的 就不会见到一些 不好的表情之类 有时态度 语气 说话的方式 我们都留意自己 如果有时我们想知道自己 就要录一下音 听一下自己的语气 是不是有些囂张 踩人 那我们辅导有时都要帮人 处理生命 但是帮有时 怎样有种真诚 而不是囂张 不是好像踩下他的感觉 那这件事呢 我们有时需要录音 听一下自己的语气 是怎样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有时有些语气 就不要那么介意 就是这两方面的 第一 我们小心我们的语气和态度 第二 人家有这些语气和态度 都不要那么放在心上 他有问题 他的问题 不关我事 不用放在心上 但这件事 我真的见到很多 很多人都说 唉 有些人不回教会 就是因为曾经有人对他的态度不好 有些人不回某一间教会 就是因为某一个人对他的态度不好 他就不肯再回了 这个人真的很多 在这方面真的很脆弱 很容易被人伤害 或者有些人的罪 人都有犯罪 但有些人一看到人的罪 就觉得很难接受 但其实人都是罪人 其实教会里面 应该是更多要求和祝福的 但教会也是一个很多定罪的地方 这个是很多人的经验 譬如一个例子 有一个丈夫或妻子离开一个人 她离开她 这个人都很无助的 但接着她会受到很多人的冷眼 就是说她是离了婚的 当然我不贊成人离婚 有时是她都有份离婚 或者是被动的 但的而且一个这样的人 在教会有时候会受到一些伤害 我们自己看到人有犯罪 或者她真的犯了做错事 真的做错事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就对她的态度不好呢? 朝着拿丹才去找大卫的时候 神叫她找大卫 我也想到 到底神有没有叫拿丹 你用这个比喻呢? 大家知道这个比喻 他说了一个人有很多只羊 旁边的屋只有一只羊 他有差人来 他又不用自己的羊 他用了别人的羊 来拖出来吃 大卫就说这个人该死 然后拿丹就说 这个人就是你 但是拿丹 到底他 这个比喻是神话 你用这个比喻跟他说 因为他自己觉得 用这个方法跟他说 我们不知道 但这个事始终是神的感动 神是开声跟他说 因为神感动他跟着他 他有这样做 但有一样我看得到 就是拿丹 他不会因为大卫 有没有搞错啊? 神拣选这样的人做王 还说答应他以后呢 这个王在他的后裔 有没有搞错啊? 不如找我更好 怎样找他呢? 拿丹可以这样 可以对大卫有藐视 但他依然是很尊重大卫的 我们看得到 他没有因为他的罪 而且他很大罪 又奸淫 奸淫 不知道他要杀人 这么大罪 如果第二个人软弱 他直接会换到 他说 我不做才知道 劈炮了 神要我跟他说话 这个人又犯奸淫 又杀人 但他并没有因为他而跌倒 就是接受人都是罪人 所以你的弟兄姊妹有犯罪 并不是头条新闻 不重要的 你引导他 帮助他 反而最重要 是不是? 但很多人就是因为 见到某些人犯罪 尤其见到全民犯罪 见到领袖犯罪的时候 特别很难受 其实人都会犯罪 当然我绝对说 我们要小心不要犯罪 但当有人犯罪的时候 不要看到这么大件事 能够接受人都是罪人 那你就没有那么受影哭了 另外就是人的不接立 那个人不接立我 不喜欢我 不欢迎我 他不欢迎我事物 那我离开这个教会 他不欢迎你 他的问题 当然有些人会不欢迎我 他做一些事情 他只是想自己做 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 我希望大家都醒察 不过我知道 总会有某种程度的 有些的软弱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无论哪一方面 我们都 这个礼拜讲的信息 我希望大家回去醒察 就是我们有没有地方 犯罪得罪神 我们事奉里面 带上很多不好的东西 这里是说到受人影响了 人家不接立 或者人家的威吓 就是有时不信的人威吓 或者基督徒 对我们说一些不好的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受了伤害了 为什么会受伤害呢 原因就是 心中缺乏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当我们深信神 心里有奇迷计 没有人能破坏 那你的心就有安全感 人家做什么都不受影响了 还有 只望人的接立 当人不接立 就会很受伤害了 得不到接立 就怕了 就担心 就无力了 肥勒比书一章二十八字一起读 凡事不怕的人的惊吓的人 惹我们不用怕的 南后十三章十一节 原地牽门都起落腰中 原著人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 受安慰 就是说 接受安慰 不要将以往的基督徒的伤害 一直继续存在 受安慰 所有的伤害 没什么所谓 是祂的软弱 我需要受伤害呢 对不对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神啊 结静我们的心 我们今天停在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会 继续讲完其他方面的处理生命事奉 我们在这一阵 一起低头 一起在神面前祷告 愿意我们的事奉 都在神面前得梦越南 愿意我们不是用烂木来建屋 愿意我们是用金银补实 主耶稣多谢祢 因为祢的生命是柔和谦卑 充满怜悯 充满怜悯 充满折禄 充满仁慈 充满圣结 但人总是有很多问题 以致我们的侍奉 很多时候会受了 或者不被神的纪念 是白费的 是白费的 主耶稣靠我们施恩念 靠你施恩祝福我们 靠你施恩祝福我们 叫我们有省察的心 在这阵子我们都省察我们的内心 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 是很喜欢别人留意到的 很喜欢跟别人争备的 或者有时表面争备 有时内心争备的 很想被人认同的 很想被人留意到的 很想被人留意到的 你跟人之间的态度 眼神 有时不知不觉 就会有一些负面的 态度走出来的 是主要省察我们的心 让我们知道 我们这样侍奉 其实是浪费心机 颜眼睡 是白做 做了又拆回 是没有意思的 想帮助我们 洁净我们的心 让我们 真是出于祝福人 不用计较人 会否回应 无所谓的 人会应 神会回应 神会记忆 人没有记忆 无所谓的 神会永远记忆 永远上前 当我们这样侍奉的时候 就算一杯凉水 神都会永远上前 多谢你 多谢你 因为你是一位欣赏我们的神 你是给动力我们去改变的神 你是赐恩赐的神 你是赐能力的神 你是提升我们的神 主要是帮助我们 就像你这样 提升人的 体重人的 给人机会的 我们越给人机会 神越欢喜 我们越提升 别人去服事 越欢喜 神也不是 体重恩赐能力 做得好不好 神体重的是生命 有些人未做得那么好 不要紧 他一路会成长的 我们都兴起别人 去服事你 不只是自己做了 是兴起人去服事你 求求施恩 感动我们的一生 帮助我们真的 留意到我们自己的罪 不要浪费心肌 顏顏分 做很多都是白做的 耶稣多谢你 洁净我们心中一切的 呼吁 骄傲 帮助我们 就是见到人 就爱他 祝福他 念品他 想到神就欢喜 就多谢神 想到困难就说 神一定帮我的 没有问题 时时都是用正面的 心坛正面的方法 面对一切的困难 多谢耶稣感谢耶稣 要重赞归给你 阿里路亚 多谢耶稣 服事主是最好的 神又永远纪念 因为你的鞭是容易 你的胆子是轻散的 多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 阿里路亚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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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